您好 欢迎收看3月1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贵 南投县今年接棒举办女力县市交流活动 3月18号在经济部中台湾创新园区登场 南投县长许淑华邀请了台中市长卢秀燕 彰化县长王惠美 云林县长张立善 还有花莲县长徐中卫等八位县市女首长 携手推动性别平权打造健康充满活力一举城市 现在学生表示 今日一花东三位女性首长 绕了整个台湾到达南投参加活动 彰显国道六号的重要性 从花莲到南投需要搭乘台铁 高铁以及其他交通工具 直线相距20公里 却要绕行350公里 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正式启动国道六号计划 台湾很小 一日生活圈 今日很快350公里才到太远了 2026 花莲争取到我们世界龙洲锦标赛 龙洲俱乐部 这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实在花莲来举办 2026 将有30个国家以及8千个选手进入花莲 2026 也有世界少年运动会在花莲 欢迎我们所有选手的能量来花莲 当然 我想在这里真位 要谢谢大家成为台湾的一份子 我们一起面向国际 那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卢班长 也谢谢师傅 那 适得到花莲来动一动有健康的身体 才有彩色的女生 花莲自立宇成为一个运动友善健康的城市 并在山海间公园里打造全民运动场以及健身房 花莲县推动安居乐月和友善城市 其政策与联合国的SDGS指标相符合 来到花莲就是一个运动友善健康的城市 就你一起来动一动 邀请所有人一起来花莲动一动 记得讲保险南投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